今天是第六次上課 第五次上課就是大概講了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那個樂透仔中華基睿的名次 我想要排出來 所以基於這個我們這個範例題 總共有兩個年度 101102 實際上101102我是覺得還太少了 最好是歷年來所有的歷史資料 全部都收入齊了 然後再來統計分析 感覺會比較完整 而且會比較精確一些 那最後再做一個統計分析 那所以第一件事情 那你要算機率 那機率部分的話 我們大概基本上 用了兩個函數 應該算三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用count if有沒有 那count if後面接的就是 我們的一個名稱有沒有發現 那這個名稱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要預先定義好名稱 所以如果假如常發現有問題的部分 就是同學算完就發現 其實公司都一模一樣 但是最後的結果為什麼不一樣 後來發現原來你選的範圍不對 可能原來範圍應該是要選什麼 選D1到J2 有沒有就是D2到J2嘛 然後countle shift向下 結果好像同學選到I沒有選到J 那少一攬 那結果一定不對啦 所以 如果你發現奇怪結果 怎麼跟老師的數字好像不一樣 公司一模一樣 那結果不一樣 那應該是你的這個範圍名稱沒有設定正確 所以要怎麼新增很簡單嘛 你就選範圍有沒有 選完範圍之後給他一個名稱 那這個定義名稱的好處 第一個 他的名稱是自己訂的 你可以不用訂太長 就訂短短的 反正比較知道就OK的 但是他的名稱一定不能數字開頭 不能說101開講不行 一定要是 開頭一定要是英文或中文 絕對不能是數字就對了 所以我們要開講101 OK 然後呢 如果假設你說那個 如果你剛好定義的時候 比如說定義錯誤了 應該是D到J 結果你定成D到I 那錯怎麼辦 沒關係 記得吧 改的地方還記得吧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OK 那我發現同學好像對於那個定義名稱 不太熟悉啦 不過我覺得這個功能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是你的那個範圍一大多 而且是跨工作表 然後範圍也很大 那我是建議你乾脆定義好一個名稱 然後將來的話 記得配合一個快速鍵叫F3 有沒有 F3的話就會把那個清單直接叫 所以你有定義很多個嘛 就按一個F3 你可以用選的嘛 這個對應這個 這個對應這個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很方便 你做一個公式的建立 另外的話 其實這個部分V圖函數還蠻常用到 因為你基本上要查資料 一定是對應到一個大的範圍 而且在不在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V圖函數的時候 很常也會用到定義名稱 那記得吧 如果你要管理它的話 你就是直接從這邊名稱管理員 看一下範圍對不對 看起來D2到J100嘛 這個的話應該是 看這個工作表沒錯啦 那D2到J105 那如果都對的話 你再檢查其他地方 理論上應該這樣可以找出錯誤 那我們上個禮拜主要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利用Count if 然後條件就是這個1號 它在這個範圍之內出現了次數 所以Count if的話 主要是跟要算次數有關的 都可以拿來用 當然不是說只有算數量 其實有的時候可以比較兩個資料的差異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Count if 所以Count if其實還蠻多地方可以用的 其他像Count Count是全部有幾個數字 把它一除就是其率 最後如果要1萬為分母的話 我們是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分數 找到那個以100為分母 有沒有 它沒有1萬 所以你可以自訂一下補兩個0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格式如果沒有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自己把它定義出來 甚至你可以把兩三個格式 湊成一個本來沒有的也可以 其實它變化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Rank.EQ 把它做排名 記得Rank.EQ D2到D40 這個記得這個地方一定要加錢的符號 如果沒加的話 那你的名次就不對了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把它排出前7名的結果 那這個排出前7名的結果 我們是用VBA的有沒有 那你說可不可以用那個公式來做 其實公式理論上應該也是可以的 只是說這個公式一定要執行陣列 有沒有 Ctrl-Shift加Enter 因為你要在某個範圍裡面做比較的話 公式裡面一定要Ctrl-Shift 可是我覺得Ctrl-Shift加Enter 它的缺點我自己用起來是覺得 第一個好像甚至感覺比寫VBA還更複雜 而且更困難 因為它在一行裡面全部都要把它寫完 第二個你必須執行陣列 Ctrl-Shift加Enter 它會多大瓜糊 第三個如果公式有錯誤的話 你要除錯就是更困難的事情 所以以這種複雜的處理 反而建議你乾脆用VBA算了 不可能因為VBA你可以一行一行解錯 哪一行你改一下就好了 OK 那這個部分是上個禮拜做完的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做完這6個按鈕 OK 所以回去的話 你們可能要自己確認一下 你這6個按鈕能不能做出來 所以回去的話 自己要把這個作業做一下 等於是其實理論上 只是因為你們上班下班來這裡 蠻辛苦的 就不給大家回功課 不然理論上 每一次像我在大學上課的時候 下課一定要教作業 那作業的話就是我做哪裡 你就做出跟我一樣的 就可以了 好不好 就可以了 但是同學就已經哇哇叫了 所以 可是問題來了 你如果像這種程式的東西 假如你真的沒有實做過 你知道 真的你知道 但是你僅止於知道 但是你做不做得出來 可能你當下是做得出來 但是你回家之後大概忘了50% 下個禮拜來大概忘了90% 所以今天如果考試好了 我們來考這個好了 我給你空白的檔 請你把這6個按鈕給做出來 我相信應該90%的同學應該不及格吧 甚至很多人應該拿0分的很多吧 OK 所以啦沒有辦法 我是建議各位回去 試著有時間的話 來自己做一下作業啦 OK 其實理論上應該最後你們要做一個專題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不然的話其實 不能確定說你是不是學會的 像這種實作課 一定還是要實作一下 OK 所以我們上禮拜其實這怎麼做 我們大概簡單複習一下 基本上的話第一個這兩個一對 所以其實6個等於是有3組 這兩個一組 這兩個一組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第一個就是這個是清除 就是把這個範圍清掉 那其實如果最快的方法是用range 因為清除都一樣 所以我們range B2到 RANK到冒號1的43吧 把它等於空的就可以了 然後輸出的話 因為它輸出的公式每個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跑個回圈 然後分別針對BCDE的欄位 分別輸出我需要的公式 那你會發現這個執行下去 結果就OK了有沒有 所以其實如果將來你的工作裡面 很多地方其實只是說把舊資料清掉 把新的東西資料來了之後 你希望快速可以看出結果的話 那你就不用重做了嘛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這個樂透財 其實主要做什麼 就是跑個回圈 所以將來這個都還蠻固定的 所以我是建議有些部分 你可以拿來當範本 以後大概就是稍微改動一下 所以清楚之後怎麼做輸出結果 那理論上就是第一個 你先取得每一個的第一個公式 然後這個公式的話 因為我需要底下做什麼事呢 做變化有沒有 這個跟下一個怎麼不一樣 有沒有 下一個的話就這個地方 A2變A3 A3變A4對不對 而且這個地方的話呢 等於是我只要再加上一個變數 就是I嘛 所以我寫的一個回圈 上以外這個還不知道記不記得 我們是先寫一個for回圈 有沒有 那這個回圈指的就是 哪一列到哪一列 I的話指的就是哪一列 所以就變化什麼 這個A2變成A3變A4嘛 一直變成到應該是A的43吧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呢 就是先寫一個for回圈 讓它可以在2到43裡面做變化 所以I是一個變數 那這個I的名稱不見得一定要叫I啦 不過我習慣用這個名稱 當然你用A用B用都可以啦 其實這個名稱是自己訂出來的 然後再把前面放儲存格 後面的等號是說 我把後面的公式丟到這個儲存格的意思 所以這個等號的意思不是說等於什麼 而是說把後面的公式 直接丟到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所以如果當I它一定是從2開始 所以這個指的是B藍的第二列 指的是B2啦 這個B2的儲存格放什麼呢 放後面這一串公式啦 所以我丟過去的時候呢 那因為這邊有個變數是 比如說2好了 它就會跟A串在一起變A2 所以丟過來之後這個公式 就會直接丟到這個儲存格 就是長這樣有沒有 剛剛的I它會直接變成2 丟到這個地方 意思類推 所以底下總共要跑幾次 總共要跑那個42個號碼 所以2到42 所以就一直往下對不對 那這個是B啦 意思類推 如果你的其他欄位分別是CDE 那一樣就把公式丟進去 它就全部就OK了 所以將來呢 如果你希望你每天做的事 很多是重複性很高的 你不希望重新再做一遍 其實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建立一個按鈕 然後就可以把結果給呈現出來 再來的話呢 還有清除 我們後來是把它改成一個Range 後面加一個什麼 等於空的 除了這個寫法之外 其實當然如果你假設 用Charge VTE 它好像會用另外一個方法 叫Clear Contents 有沒有Clear Clear是清除全部 可是如果你用Clear的話 它可能連格式都去掉 格式包含就框線有沒有 還有就是它以萬元為分母 這個也會被清掉 所以這裡的話你可能要清掉內容 清掉內容叫什麼 Clear Contents 有沒有 Contents就內容 那這個是清除格式 清除什麼Hyperlink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要清除內容的話 用這個 所以兩個方法 你寫這樣也可以 寫等於空的也可以 那只是說哪個比較順手 我發現好像等於空的 比較比較不近那麼多 好 那再來的話格式化 格式化部分的話 就是把那個排名 如果是小於等於7的話 那我們本來是填一個顏色在A上面 後來有同學說 老師我希望是把整個範圍都填上去 後來我好像真的做到了 實際上設定格式化條件 其實也可以 但是比方法要加一個淺的符號 後來好像有同學下課的時候 跑來跟我講 他試出來 真的蠻認真的 那如果你用VBA來做的話 其實也蠻簡單 上禮拜我們有做這個有沒有 就是直接把它選範圍 那這個關鍵的地方就是 你必須跟他講哪一個儲存格 到哪一個儲存格就可以頭跟尾 所以我們本來是只要這個儲存格 改成什麼 改成Range的話 我記得好像就是把它用Range的方式呈現 那Range的話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上面這個 A的第幾個 B幾列 所以A串一個I在這邊 然後冒號1的尾巴 因為1的第幾個 右邊沒有資料 所以&I就可以了 但是好像同學會覺得說 這樣子寫好像有點不太能接受 後來我改了另外一個 你可以在Range裡面給他開頭這個 Sales I列的A欄 那結束的話 在Sales I列的E欄 這樣好像比較好理解 中間記得加一個豆點就可以了 有沒有 頭跟尾 兩個方法 至於哪一個比較 哪一個對你來說比較好記 你就記哪一個 我在雲端上其實都有放 所以如果未來你遇到類似的狀況 你可以找一下 不然的話 你光要把這個寫出來 那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雖然Range也可以幫忙 可是有時候Range給的程式碼都太多了 我們可能只是需要兩三行解決的事情 但是他隨便就給你十幾行程式 你還要自己把它稍微刪減一下 我覺得有點麻煩 乾脆直接有些簡單的話就自己寫 那最後的話 就是可以把這整個範圍裡面的底色 所以這邊有幾個關鍵 第一個範圍 那什麼時候做 底下的顏色就是什麼 Interior 點color有沒有 然後後面RGB 這個RGB很重要 因為以後只要在VPA裡面牽涉到顏色的 你通通都可以用RG 上一杯跟各位講RGB 這個顏色怎麼來的 你可以用常用裡面的這邊油漆桶有沒有 你可以這邊點一下 其他色彩 選一個你要的顏色 切到質地 這邊就RGB了 甚至你可以調整這個 所以你想要哪個顏色可以來點一下 然後調一下 記一下這個顏色RGB 然後把RGB三個顏色 輸入到我們剛剛程式的RGB刮弧裡面 它呈現出來的就會是你剛剛看到的顏色 OK 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格式化 至於說你設定格式化條件或哪個好 我是覺得這個彈性比較大 設定格式化條件缺點就是說 配成你將來要做一些修改 我覺得彈性沒VPA來得大 OK 你可以自己看哪一個部分 是比較符合你的需求 清楚的話是全部 所以把全部都清 把它顏色變成沒有 有沒有 這個地方XLNUM 沒有顏色就是這個 五填滿 最後最難的部分 就是把排名有沒有 小於等於7的這個號碼放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來好像我們也增加了一個變數 就是K 這個K的話實際上就是放第幾個 好像我們原來 後來是把它改成什麼 本來好像我是記得是 也是一樣拿那個格式化條件來改 然後我是在這邊加一個K有沒有 那我放的位置等於2 那我每跑一次之後把它改成K等於K加1 那就一直往下放 一個一個幫我把 當我找到的這個名次的同一列的A欄的這個12 就放在F2 那它因為加了1之後就往下 加1變3 所以下一次變成下一個 再加1變下一個 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一直都放在同一個出生格 然後來好像我改了一下 改什麼 把那個排名有沒有 不要按照找到的順序 而是直接有沒有 把它放在它應該放的那一個 比如說第幾名 第七名的話應該是放F8 所以等於是它的名次有沒有 加1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名次加1就是K了 這樣就更簡單了嘛 輸出的話就按照什麼 它的名次做輸出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應該就是排名第一個 所以在101年跟102年裡面 34號是出現的機率是最高的 意思類推 OK 這個是上個禮拜做的 所以如果假設 上個禮拜 最後我們是做了有6個按鈕出來 所以回去有時間 可能試做看看 除了要會之外 熟練度也很重要 你要做半天 摸來摸去 最後好像有些地方就是 就是找不到功能 或者甚至做錯 沒關係 你回頭再把影片看一下 還要把雲端的程式拿來參考一下 應該要做出來 我想應該也不困難 就是要花一點時間是真的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就馬上有同學說 老師我每天 每個禮拜我都會買希望 我們最近就在買什麼大樂透 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把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全部拿來分析的話 那該怎麼辦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它的問題其實蠻好的 因為很多人都希望知道大樂透 所以我這邊有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有沒有 這一個範例 這個我覺得還可以講一下 那首先的話當然 我就在網路上Google搜尋一下 大樂透歷史 真的有給我找到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的話叫樂透雲 有沒有 然後它就把所有 從20...好像04吧 到2024...20年喔 那非常多耶 然後呢 一個禮拜好像開兩期吧 所以這個是昨天的啦 昨天禮拜二嘛 對 沒錯 那開這個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有沒有 禮拜五 禮拜二禮拜五 所以這樣子動作呢 它已經做了這麼多 但是你會發現喔 它這個資料喔 如果你假設要像我們上禮拜一樣 你必須要先把網頁的資料 放到Excel 對不對 不然的話你怎麼統計分析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一個困難點 那當然啦 如果你假設不會用爬蟲的話 你可能就要怎麼做呢 選起來有沒有 然後Ctrl C Ctrl V 那因為呢 它這個資料非常多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它總共有幾頁 總共有76頁 所以變成說現在這個應該第一頁啦 有沒有 所以你如果要第二頁的話 你就是什麼 把它選一下 然後再來第二頁 第三頁 第四頁 第五 一直到第76頁 不過你會發現喔 上面這個叫URL URL就網址有沒有 然後它一個 參數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特別注意一下 上面的話有一個問號 問號就是 這個程式的話是點ASP 這個就它程式 問號就傳遞參數 參數名稱叫Indage Page 有沒有發現第二頁好像就等於2 那如果說我不要點第三頁 我直接輸入等於3 會不會跳第三頁 理論上應該是會喔 3Enter 對應該 有沒有 所以剛剛看一下 這個是7月對不對 如果等於3的話 就變4月 那如果等於4的話 那不就第四頁 應該是在 對2月了嘛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 甚至你這邊可以直接輸入76了 76應該是最後一頁了 有沒有Enter 看一下 沒錯 76 有沒有 2004年的 所以最頭應該是第一期 就是2004年的1月5號 為什麼不是1月1號 應該是放假吧 放假應該沒開 所以它最早好像是1414 禮拜一禮拜四開 後來好像改成2525吧 我不知道 這個我沒特別去研究 我只知道大概規則 那它的號碼的話是1到49號 所以如果假如說 我希望可以把1到76頁的資料 快速的直接就匯入到我們的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怎麼做 OK 這個東西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會一點爬蟲的話 網路爬蟲 那這件事就簡單 如果不會你這邊每天 Ctrl C Ctrl V 所以現在很多人的資料 每天都要從網頁抓資料到Excel 那變成你要處法煉鋼 所以假如 假設我希望能夠把這個資料快速直接匯入到Excel的這個地方 然後並且加一個工作表 這個叫大樂透好了 並且我們一樣想要統計分析 也許野心大一點 我希望能夠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統計分析到底大樂透歷年來的號碼 哪一個出現的機率是最高 一樣取出前七名 OK 那如果你假設以前不會用對的方法 我看你在做到下課都做不出來 那你如果會對的方法很快一下就做完了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上個禮拜的部分稍微複習一下 那再來就是從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有沒有 這邊有個數學函數 的大樂透歷史資料 我是找這邊有一個叫 這個連結啦 叫樂透雲 你們先稍微知道一下 當然你如果不會的話 也可以請Tradiv幫忙 不過他寫出來的城市這麼榮長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怎麼把畫面放